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明星是朱一龙 朱一龙 大家应该都熟悉 前一段时间大火的镇魂 就是由朱一龙主演的 剧中的朱一龙真的是神演技艺式三角 却给人的感觉不是同一个人 同动作到眼神 真的浑身都是喜 还特别有演技的演技 这次的青春芒果夜朱一龙又给粉丝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朱一龙 平时文文尔雅的龙哥 一到舞台上就化身为魅惑的歌手 从演员到歌手 龙哥的角色真的是切换的游刃有余 现场的朱一龙和马拓谦合唱小伴这首歌 没想到平时那么温暖的龙哥唱起这首歌来那么的撩人 特别是一出场我们的龙哥的坐姿就太撩人了 现场的灯光打得也真是太好了 游明的暗 好似黄昏的灯光 打在我们龙哥的脸上 配上龙哥那忧郁的眼神 真的是太迷人了 灯光是今晚别走 夹鸡腿 还有龙哥斩而反的那一瞬间 我们这些粉丝血潮已空好吗 释然 庸懒 敬观 纵容者 喜欢的 讨厌的 宠溺的 艳传的 一个个漫漫暗淡的 纵容者 任性的 随意的 放肆的 轻易的 将所有关锻清翻 看完妖精的歌单里 除了时间飞行 地心壮海星 又要多一首翻唱歌曲小半了 龙哥的深情演唱 声音又温柔又舒服 特别是最后的那一段 侧眼秒杀一切的 眼神都好像会唱歌 深情都不行 转过头来时 眼神又变了 真不愧是我们的龙哥 眼睛里不止有星辰 还有深情 何有 妈呢 血潮又空一次 这还不是最撩人 最撩人的一幕是这里 芒果味的棒棒糖 每个人都分到了棒棒糖 龙哥一拿到的时候 还盯着棒棒糖看了半天 龙哥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在想什么吗 何老师看见正在吃着芒果味 棒棒糖的龙哥说 你的是 哈哈哈哈 随后就说 注意龙哥是芒果类的 你今天 真的是来这了吗 何老师当时看见龙哥吃芒果 会得棒棒糖笑的声音 那叫一个大龙 龙哥自己也超开心的大笑 当然少不了我们龙哥习惯性的民族 这些又狠狠地聊了一把我们这些粉丝 小鬼网转萌 含着棒棒糖 人畜无憾的微笑又重现江湖 龙哥抽到了摇嘴这位幸运的观众 何老师还说 姚蕊 你是和朱一龙配对成功的观众 现场的粉丝尖叫一片 何老师问龙哥有什么话用给姚蕊 龙哥想了一下后说 加油 何老师瞬间笑成了表情包 有不少的网友都看了这场青春芒果夜 看到了朱一龙 说我们的龙哥现场很紧锋 不太适合综艺节目 其实龙哥自己也说了 唱小弹的时候自己好紧张 更何况还是跨界 龙哥这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何老师还在现场说 自己很喜欢朱一龙 除了龙哥的作品 感觉朱一龙人也特别好 前一段时间邀请朱一龙去看自己的话剧 但因为拍摄特别忙 很紧张 龙哥没空去看 但龙哥特别送了花篮到剧场 何老师看了之后 感觉特别的暖心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们龙哥面对这样的舞台 还是有些声色和腼腆 面对粉丝们的热情 还是有些受宠住心 龙哥也曾说过 一辈子火过一次就够了 其实我们粉丝的愿望就是 火了就是一辈子 永不褪色 龙哥 宝贝 感谢观看